有网友发现有人在脸书上四处留言 扬言要仿效在台北捷运站随机砍人的嫌犯郑洁 要在16号选举当天在台北捷运杀人 而目前台北市警局已经介入调查 2014年大学生郑洁在捷运站随机砍人 造成严重伤亡 事隔一年多这个月6号有网友发现 一名自称是郑洁的人 四处在脸书留下杀人预告 他po文说16号总统大选当天 自己要仿效郑洁到台北捷运大开杀戒 留下历史还号召网友加入 这样的言论引起许多网友踏罚 立即报警 台北市警察局则已经展开追查 那为什么拿刀放捷运 要处理那个 处理什么 今年元旦才发生有民众 拿刀在捷运车厢内挥舞 引起乘客恐慌 还造成一名园警被割伤 事隔没几天又有人公开在网路 扬言说要在台北杀人 更让市政府绷紧神经 其实警方在去年跨年夜 就成立反恐打击部队 在活动现场维护治安 以防任何的突发事故 目前仍旧随时戒备 今天早上我们就整个早上在做反恐的 反恐的这个桌上演戏 我们会不断的在在透过一次又一次演戏当中 把我们的缺点造 漏洞会再找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跟市民朋友保证 我们会很认真的在做各种反恐的准备 距离大选只剩九天 仅仅都在忙着查会选和选举为安 却有人趁机预告要犯罪 意图制造分乱 警方除了会加强捷运站的巡逻 更会尽快揪出发文者 记者蔡惠玲 丘丘福财 谢麒文 台北报道